第三章 区分观察和评论 我知道如何回应你 当你说我做了什么或没做什么 我也可以回应你的评论 但请不要把二者混淆 如果你想把任何事情搅混 我可以告诉你怎么做 把我做的事情和你的反应混为一谈 告诉我你感到失望 当你看到事情还没做完 但说我不负责任并无法打动我 告诉我你感到受伤 当我对你的请求说不 但说我冷漠并不会增加你以后的机会 是的 我知道如何回应你 当你说我做了什么或没做什么 我也可以回应你的评论 但请不要把二者混淆 马歇尔卢森堡 非暴力沟通的第一个要素是观察 我们仔细观察正在发生的事情 并清楚地说出观察结果 非暴力沟通并不要求 我们保持完全的客观 而不做任何评论 它只是强调区分观察和评论的重要性 将观察和评论混为一谈 人们将倾向于听到批评 甚至会产生叛逆心理 同时非暴力沟通不鼓励绝对化的评论 而主张评论要基于特定时间和环境中的观察 语义学家温德尔约翰逊认为 用静态的语言捕捉变动不拘的现实 会造成许多困扰 他讲到 我们的语言年代久远 但先天不俗 是一种有缺陷的工具 它反映了万物有灵论的思想 让我们谈论稳定性和持久性 谈论相似之处 常态和种类 谈论神奇的转变 迅速的痊愈 简单的问题 以及终极的解决办法 然而 我们的世界包含着无穷无尽的过程 变化 差别 层面 功能 关系 问题 以及复杂性 静态的语言与动态的世界并不匹配 这是我们面临的挑战之一 一架这首歌反映了观察和评论的区别 我从未见过懒惰的人 我见过有的人有时在下午睡觉 在雨天不出门 但他不是个懒惰的人 请在说我不言乱语之前 想一想 他是个懒惰的人 还是他的行为 被我们称为懒惰 我从未见过愚蠢的孩子 我见过有个孩子有时做的事 我不理解 我不按我的吩咐做事情 但他不是愚蠢的孩子 请在你说他愚蠢之前 想一想他是个愚蠢的孩子 还是他懂的事情与你不一样 我使劲看了又看 但从未看到厨师 我看到有个人把食物调配在一起 打起了火 看着炒菜的炉子 我看到这些并没有看到厨师 告诉我 当你看的时候 你看到的是厨师 还是有个人做的事情 被我们称为烹饪 我们说有的人懒惰 另一些人说他们与事无争 我们说有的人愚蠢 另一些人说他们学习方法有区别 因此我得出结论 如果不把事实和意见混为一谈 我们将不再困惑 因为你可能无所谓 我也想说 这只是我的意见 鲁斯·贝本梅尔 负面标签的交际影响很明显 例如用懒惰和愚蠢这样的词形容证 然而正面或中性的标签 也会妨碍我们全面了解一个人 例如用厨师一词定义人 人类智力的最高形式 印度哲学家克里希纳穆提 曾经说 不带评论的观察 是人类智力的最高形式 第一次听到这个观点时 胡说八道这个想法 在我脑中一闪而过 在不知不觉中 我做出了评论 对于大多数的人来说 观察他人及其行为 而不评判 指责 或以其他方式进行分析 是难以做到的 在为一个小学提供咨询服务时 我对此有了深刻的体会 这个学校的教师和校长 经常反映彼此很难沟通 于是 学区负责人请我协调双方的矛盾 我先和全体教师交谈 然后请校长来参加讨论 会谈一开始我就问 校长的哪些行为 不符合你们的需要 还是个大嘴巴 有人马上回答 我的问题是想了解他们的观察 校长说了什么或做了什么 而大嘴巴只是这位教师 对校长的评价 在我指出这一点后 第二位教师补充说 啊 我知道他什么意思 校长的话太多了 这仍是一个评论 评论校长话多 还是话少 随后 第三位教师说 他认为只有他的话有价值 我解释说 推测别人想什么 与观察他的行为 并不是一回事 随后 第四位教师也表明了看法 他希望所有的人都一直听他讲话 当我说这也是猜测时 由两位教师脱口而出 你的问题真难回答呀 接着 我们注意区分观察和评论 一起列出了校长的具体行为 例如 在全体教员会议中 校长会讲他的童年和战时经历 有时导致会议超时20分钟 我问他们是否已向校长反映问题 他们说他们试过 但从没有提及具体行为 例如校长在会议中回忆往事 最后 他们同意 在校长参与讨论时 指出这些行为 与校长的会谈开始后 我很快就发现 教师们一直在说的事情 不论讨论的主题是什么 校长总是插话 这让我想到 然后他就开始讲他的童年和战时经历 我等着教师们说出他们的不快 然而 他们运用的不是非暴力沟通 而是无声的抗议 一些人滴滴滴转着眼睛 另一些人故意打着哈欠 还有个人只盯着手表 我忍耐着这痛苦的场面 过了一会儿我问道 没有人有话要说吗 却真是有些别扭的沉默 后来 在之前会谈中率先发言的那位教师 鼓起勇气 冲着校长说 你是个大嘴巴 哦 可见 不受静习惯束缚 学会区分观察和评论 并不容易 最后 教师们终于告诉校长 他在做哪些事时 他们会感到不安 校长听后抱怨说 为什么从没有人提醒我呢 他承认他有讲故事的习惯 然而 他接着就开始说 与这个习惯有关的故事 这是我提醒了他 会谈结束时 我们总结了几个办法 一旦教师们不想听校长回忆往事 就温和地提醒他 区分观察和评论 在以下的表格中 我举例说明如何区分观察和评论 第一种表达方式 使用的语言没有体现出评论的人 对其评论负有责任 例如 你太大方了 如果改成 当我看到你把吃午饭的钱都给了别人 我认为你太大方了 第二种表达方式 把对他人思想 情感或愿望的推测 当作唯一的可能 比如 他无法完成工作 如果是改成 我不认为他能完成工作 或他说 我无法完成工作 这就是区分观察和评论 第三种表达方式 把预测当作现实 比如 如果你饮食不均衡 你的健康就会出问题 可以改成 如果你饮食不均衡 我就会担心你的健康出问题 第四种表达方式 缺乏依据 比如 米奇花钱大手大脚 可以改成 米奇上周买书 花了一千元 第五种表达方式 评价他人能力时 把评论当作事实 比如 欧文是个插进的前锋 可以改成 在过去的五场比赛中 欧文没有进一个球 第六个表达方式 使用形容词和副词词 把评论当作事实 例如 Sophie长得很丑 可以改成 Sophie对我 没有什么吸引力 注意 每次 曾 等词语在以下句子中 表达的是观察结果 我看Andy打了几次电话 每次都至少打半个小时 我不记得你曾写信给我 总是 从不 等词语在以下句子中 表达的是评论 你总是很忙 在需要他的时候 他从不出现 如果我们的表达言过其实 别人就可能产生逆反心理 而不愿做出友善的回应 经常和很少这样的词语 也可能混淆观察和评论 比如 你很少配合我 这是评论 而 我最近组织了三次活动 每次你都说你不愿参加 这是观察 他经常过来 这是评论 他每周最少过来三次 这是观察 小杰 非暴力沟通的第一个要素是观察 将观察和评论混为一谈 别人就会倾向于听到批评 并反驳我们 非暴力沟通是动态的语言 不主张绝对化的结论 他提倡在特定的时间和情境中进行观察 并清楚地描述观察结果 例如 他会说 欧文在过去的五场比赛中 没有进一个球 而不是说 欧文是个插进的前锋 非暴力沟通实力 我们遇到的最傲慢的演讲者 以下的对话来自我主持的一个研讨班 在讲解了半个小时后 我停下来请学员反馈意见 这是有个人举起了手 他说 你是我们遇到的最傲慢的演讲者 如果有人这样对我说话 我的反应有几种可能 其中之一是认为自己确实有问题 我知道 一旦我想为自己辩护或开脱 我就默认了自己有问题 另一种反应 是把对方的话视为攻击 而急于反击 这一次 我既没有辩解 也没有指责对方 而用心理解为什么他会这么说 我尝试猜测他的观察结果 你这么说 是针对我讲了半个小时 才请你们发表意见 他说 不是 是因为你把事情说得太简单了 我试着请他澄清 那么针对的是 我没有说有些人可能难以运用这个模式 他回答 不 不是有些人 而是你自己 我说 哦 那么你这么说是针对我没有提到 我有时也很难运用这个模式 他说 正是 我说 你感到不高兴是因为你希望我在前面的讲演中提到我的困难 他停了一下 答 正是 我在了解他的感受和需求后 开始关注他的请求 你希望我现在就承认有时我也很难运用这个模式 他说 是的 我在了解他的观察 感受 需要和请求后 我问自己是否愿意满足他的请求 是的 使用这个模式我经常会遇到困难 在这个研讨接下来的时间里 你也许会听到我介绍我遇到的几次困难 有时甚至是完全忘记我刚才提到模式 是什么使我继续努力运用他呢 那是因为一旦我成功运用他 我与他人的感情就加深了 好了 今天的内容到这里结束 感谢您的聆听 如果大家对非暴力沟通有更多自己的想法 欢迎留言 如果想知道非暴力沟通的更多内容 欢迎关注同名公众号徐峰静宇 搜索非暴力沟通 了解更多的内容 感谢您的聆听